古代历史上有不少皇帝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爱好,其中不乏喜欢求仙问道的,比如说,汉武帝刘彻和嘉靖帝诸侯总喜欢道教,隋文帝杨坚和唐武诏武则天喜欢佛教,但其实,古代还有一位皇帝非常痴迷佛教,他就是梁武帝萧衍,萧衍是南梁的创立者,他一辈子长寿,活了八十六才死, 但他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中有四十年都没碰过任何女人,把后宫三千加厉当成摆设,晚年,他只沉迷佛教,荒废朝政,最后轻信了小人,导致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却活活饿死。 他虽然是南梁的开国君主,但也害得国家灭亡,让自己也沦为了笑料,让后人嘲讽千年,南北朝的名气远不如其他大统一朝代响亮,因此,南梁和其开国君主萧衍,在史书中的评价都不高,许多人也对南梁不怎么了解。 但实际上,南梁在南北朝的南朝四个国家中,已经是政权持续时间第二长的了。 萧衍也是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的贤明皇帝,留宋国座五十九年,南齐仅有二十三年历史,南辰三十二年,相比之间,南梁的历史五十五年中,萧衍自己就统治了四十七年。 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南梁的百姓得以享受长久的太平,如果不是后期萧衍痴迷佛学,荒废朝政,那后人对他的历史评价也许会更高。 萧衍出生于公元464年,祖上次西汉起就是豪门世家,据说还是汉朝的开国丞相萧和的后人,萧家在留宋时期被称为兰陵萧氏,势力非常强大。 萧衍身为世家子弟,自然从小衣事无忧,但是,虽然萧家是世家,萧衍却没有顽固子弟的习气,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一种天性的仁慈,这种仁慈影响了他的一生,当上皇帝之后。 他也因为宽人,而被称为菩萨皇帝,后人在评价萧衍时,称他为南朝的表胡将,他想要以佛教来弥合思想领域的裂痕,以扶持寒门来削弱世家伐门的权势,但他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南齐政权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上进行小修小补,对于解决核心社会矛盾并无太大意义。 但是对于萧衍历经图治的决心和大胆改革的举措,以及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他的功绩的,萧衍当上皇帝之后,对个人欲望非常节制,他不但不在乎吃穿用度。 对女色也不甚在意,倒是布南梁后宫中没有嫔妃,萧衍就算不想扩充后宫,民间也会源源不断地送女人过来,只是萧衍本人对三千加厉不感兴趣而已。 萧衍身为一名封建王朝的皇帝,却是个极其稀有的专情男人,年轻时,萧家为他安排了一桩婚事,让他和留宋皇帝刘一龙的孙女,寻扬公主的女儿西徽,结为了夫妻。 两人感情极好,生育了三个孩子,可惜的是,西徽英年早逝,三十二岁就病死了,结发妻子死后,萧衍就没对其他女人动过感情,在当上皇帝之后,也没有另立皇后,而是追封西徽为皇后,而与他在欲望和享受上的平淡态度,截然相反的是,萧衍对政武非常上心,身为南梁的开国君主。 萧衍对南齐的灭亡教训理解非常深刻,因此他历经图斥,锐意改革,执政初期,萧衍就废除了许多南齐的科君杂税和不合理的暴政,打造了一个清朗的政治环境。 随后,他又大刀阔斧地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严格打击朝廷内的贪腐之风,同时选贤举能,提拔人才。 在他的治理下,南梁成为了南朝四国经济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政权,但是后期萧衍却一改贤明圣君的形象,迷信佛教,不问朝政,轻信宁臣,最终为南梁的负面埋下了祸根。 那他为什么会在后来不碰女人呢?是不是因为自身存在某些缺陷? 其实,梁武帝也有喜欢的人,女子名叫熙辉,此女自幼聪慧过人,喜欢读史书,他对女工仪式更是手到擒来,是个出了名的大家闺秀,梁武帝坐雍州刺史时便迎娶了对方。 熙辉为他生下三个女儿,可惜他在三十二岁不幸去世,葬在了李山之地,对于这位结发妻子,梁武帝后来坐梁公仍旧恋恋不忘,他追赠熙辉坐梁公妃, 当梁武帝坐上皇帝的宝座,还追视对方为德皇后,甚至为熙辉修建了陵墓,此后梁武帝再也没有立过皇后,那他是因为熙辉去世才不再宠幸女人吗? 答案并不是如此,他虽然爱熙辉,但他选择不碰女色的原因是想做和尚出家,堂堂一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怎么会想做和尚出家呢? 这就需要从梁武帝偶然一次出宫说起。 当时他微服私访,在途中遇到了一位身穿僧袍的和尚,两个人交谈后,梁武帝被大师的言谈举止所折服,他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宫中后,开始对佛法进行了研究,梁武帝认为这门学科十分精妙,于是想像那位和尚一样出家,为了表明自己出家的决心,梁武帝改变了 以往的不良嗜好,他不再饮酒,也不再接触后宫的女人,这就是他为什么后来四十余年里不碰女人的原因,梁武帝前后出了四次家,他第一次出家在宫外寺庙待了三天的时间。 回到宫中后,他对世间所有生命颇有感悟,他认为生命不易,于是大赦天下,此时在梁武帝的认知里,人的一生一定要积德行善,就算本性是恶,也会被仁慈所感化,梁武帝第二次出家,穿上了僧袍,朝中大臣们知晓后,震惊不已。 足足花了四亿多两的白银,才让他回到宫中处理朝政,后来两次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出家,但梁武帝对佛法已经逐步陷入痴迷的状态,他认为佛法乃指引之光,可以让他获得永生,那他是为何成为千古笑柄的呢? 这就跟侯景有关了,侯景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原来是被仙卑族同化的杰族人,曾经在北齐高欢手下打仗,由于跟高欢的儿子高成相处不融洽,后来转头向西魏投降,西魏的宇文泰对他抱有戒备之心,并没有选择接纳,侯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找到梁武帝。 也许是因为向往出家,又学习佛法的缘故,梁武帝对仁和事充满了宽容和善良之心,梁武帝虽然知道他是个品行不佳的人,但也愿意接纳,还给侯景大将军的职位,派军队前去接应,后来高成和梁武帝议和的时候,提出让梁朝将侯景送回东魏的要求,梁武帝这边还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 侯景得知消息后,害怕落入高成的手里,直接以诛杀朝中搬弄权势的诸义为借口,发起了叛乱,梁武帝被围困在了台城,原本他是号召各地军马前来支援的,可是由于那些人都有异心。 送出去的信根本没有得到回复,后来镇守城门的萧正德,也就是梁武帝的亲侄子暗中投靠了侯景,萧正德在叛军攻入城下的时候把城门开了,以至于台城直接沦陷。 这位想要用仁慈之心感动坏人的帝王,最终看着自己的皇位被他人染指,虚弱地躺在床上看着房梁,被活活地饿死了。 他享年八十六岁,不少人都认为他长寿是因为有良好习惯,加上不饮酒不贪色的缘故,可惜当时所有人都没有关注他长寿的事情,更多的注意点是放在梁武帝被活活饿死的消息上。 很多人知道后,纷纷讥笑,高高在上的帝王,要封的封要宇得宇,居然会被捆在台城活活饿死,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后来,关于他饿死的这件事情,口口相传,渐渐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千古笑柄,这位梁武帝虽然是千古笑柄,但他在政治上所做的功绩也是无法否定的,他早些年间勤于正事,钟情于劫发妻子, 还不带偏见的提拔寒门树族中的人才,是个值得让人敬佩的上位者,但后来因为沉迷于学佛法要出家在众人眼中失去了威严,如果他可以像历史上其他帝王一样牢牢把持着黄泉。 性情上残酷冷血一些,不过分的善良,想必能够让梁朝的发展,继续走向欣欣向荣之态。 可惜他过于的人词,遇到了小人后景,在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算计下,落得个饿死之名,一代帝王就此画上了终结的句号。 只是不知道梁武帝因为自己的人词之心,引狼入室,在最后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是否有后悔,曾经收留后景之心呢? 萧衍在早期,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明君,他的政策和治国方式,曾经为梁朝带来了繁荣和稳定。 然而,当他深入接触并沉迷于佛教之后,他的行为开始偏离了一个君主的正常轨迹。 他对佛教的极端热忱和投入超越了普通的信仰层面,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这种过度的信仰引起了朝中和民间的广泛不满,因为他开始忽视国家大事,将大量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建造寺庙和佛教活动中。 正是这种近乎病态的信仰,让他在政治上疏忽了侯景的野心和反叛的威胁,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收场,被迫退位并在囚禁中饿死。 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极为罕见,因此他的命运成为了后人议论和嘲笑的对象。 这也反映了一个领袖在个人信仰与国家责任之间失衡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